首先的话 我们一样 在我们的方向主管里面 按右键新键一个新的项目 那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网页好了 比如说这个网页需要用来做那个 做insert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找一个webform 然后呢 我的名称叫insert好了 比如说这这个 这一个网页名称叫insert insert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做一个新增 做个新增 好 那这个网页的主要就是我要新增一个 location temp 这个名称是不接受insert 再加一个insert youtube好了 ok 按一个新键 ok 那应该是那个保留字名称 他不允许 ok 那建立好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首先呢 一样 第一个呢 如果说你要做那个查询也要 然后你新增修改删除也要做一个什么 data source 给他 这个data source呢 主要动作动作就是你这个地方 然后一样去找到connet suite 因为之前我们做过了 所以你用选的就好了 这叫连结字串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连结字串 这主要连结字串就是连接到资料库的那一串东西 那这一串东西他已经自动产生 以往要自己自己把它加上去的 他已经帮我解决了 这来特别注意就是说这边呢 请你按进阶 进阶里面的话 请你打勾这一个 打勾这一个 那这个要不要打勾 我想暂时不要打勾 我印象中好像 有的时候这个部分一定要打勾 我们先不要打勾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抓到资料 如果有的话直接按完成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完成connet suite也是一样 差别只有是什么 insert update delete 要打勾 就是你要能够新增 第2个动作的话呢 我们就把phone view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选择自动格式化 这个我想各位 就跟用powerpone一样 powerpone里面呢 你喜欢哪一个样式就给他选一个 比如说选择 这一个好了 红糖 看起来比较 比较可爱 可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第二个选择什么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选择 SQL source 1 OK好了之后的话呢 启动分页好了 他如果有好几页 他会有好几页出现 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 那你想说可以 可不可以insert呢 直接 执行之后就可以 他自动会把 每一笔资料 用 一个page 就是一笔资料 一个page 那如果说你要insert的话 直接按insert 他就自动会跳出一个表单出来 可以让你 新增资料 OK 我想 后来的话 我把它run 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一定run 起来 然后呢 他只是说 我把它 重新再run一下 因为这个画面太小